大家好,我是星星哥 来到洛阳啊 很多粉丝千叮咛万嘱咐 洛阳的汤千千万 千万不要去喝不翻汤 说实在的 不翻汤是一个什么汤 我也不知道 但我还是很好奇 想去尝一尝 第一个的话 是满足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好奇心啊 第二个的话 也是想去给大家烫烫雷 给大家下次来洛阳 平美食提供一个借鉴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当地最出名的一家 刘记不翻汤 我们去看一看 这就是当地最出名的刘记不翻汤啊 跟我还是家门 我们来看一下 这还是美女在这边呢 美女 你问一下 我们这个汤为什么叫不翻汤啊 这个不翻汤里面有两张 鸡豆跟鸡蛋汤的不翻饼 汤的过程中不用翻得熟了 然后再加上十来种佐料 添加高汤一加就成了 哦 那这个不翻汤在我们当地的话 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当地有一百多年了 我们家都干了今年是第五代了 洛阳最早的一家就是这家 哦 刘记不翻汤 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 对 这个不翻汤里面有哪些东西啊 不翻汤里面有粉条海带 虾皮紫菜 还有两张绿豆跟鸡蛋汤来不翻饼 哦 就是这个配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对 这个是不是只有咱们洛阳本地才有的美食 对 这外地人 有没有外地游客过来吃 有 外地人吃不吃的习惯 能吃的习惯 这个汤是用什么汤熬的 猪磅跟老母鸡熬的 哦 也是这种高汤 对 现在是多少钱一碗 现在有6块有10块 6块10块 对 还有20还有30 这个价格有什么区别吗 6块就是基本汤 10块有丸子有肉 哦 20就更好了 哦 这卖的也其实也不贵是吧 嗯 这个不翻汤的话 我们是当早餐吃还是当什么吃 主要是下午吃的 下午吃的 就下午茶 下面下午茶一样的 对 那它一般配什么吃 配落馍吃的 过节的话能卖几百碗 几百碗 对 具体几百碗 七八百碗 没有那么多 五六百碗 嗯 差不多了 哦 这远的客人有从哪里过来的 全国各地都有 然后这个喝的多了 客人喝了几碗呢 喝的多了 我们这个汤是可以加汤的 最多的可以加了三四汤 这个不翻汤的话 在我们这里这么是欢迎 它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功效啊 这个不翻汤开胃寻酒 如果你胃不舒服 可以弄完不翻汤一喝 立马都可以缓解 开胃 如果你喝酒喝多的话 弄完不翻汤一喝 酒立马就省了 哎呀 这功效神奇啊 那给我来一碗吧 好嘞 这是一碗多少钱的 这是十块了 好的 给我全碗十块的 这个香肠把它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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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加的什么 加的醋 醋 高汤一加 哦 好了 味又来了 嗯 闻到了 现在来吃的客人不是特别多是吧 现在不是饭点 这个汤喝的这么干净了 嗯 太好喝了 这汤 我看到你们这还喝了点酒 嗯 这个喝了这个之后 这酒是不是马上就要醒了 你醒了 不错 不错 好 这就是不翻汤啊 不翻汤 看一下里面内容给的相当丰富 叫这碗 这个是属于 这是紫菜 这是肺衣的 这是肺衣美式 对 很好啊 肺衣物不快翻汤 对不对 我到洛阳这边来之后 发现咱们洛阳这边的飞翼美式特别多 对 哎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啊 这个历史认文非常的丰厚啊 我们今天来尝的就是 洛阳这边独有的美食啊 叫不翻汤啊 这个是一个酸辣口的啊 它的辣的话主要来自于这种胡椒粉的这种辣味 酸酸的非常开胃 刚才旁边几位大哥说这个叫醒酒汤 这个确实具有很强的这种醒酒功效 而且喝的很暖胃 其实喝了这个汤之后 感觉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 毕竟就是一碗汤 它也不存在翻车踩雷之类的 一碗汤十块钱 我觉得这个消费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亲民的 十块钱是加了丸子的 你不加丸子的话六块钱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价格来说还是非常良心的 大哥们喝了几瓶酒 依然精神抖擞 这个不犯荡的醒酒效果确实非常好 立竿见影 你这个营业到什么时候就不营业了 十一点 是下午什么时候开始营业了 四点到十一点 所以要喝这个不饭汤的朋友 一定就是晚一点来 四点钟 他是从下午四点钟营业到晚上十一点钟 这是一个适合下午和晚上消夜吃的汤 这个浇丸呢 确实做的比较有功夫 鸡汤在里面泡了这么久 吃起来依然是脆脆的 这个口感层次就非常的丰富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不饭饼 这个不饭饼在里面的话 已经泡得非常吸收了这个汤汁啊 已经非常的绵软了 当地人喝这个汤的话 一般是就着这个烙馍啊 就是一顿丰盛的下午茶辣 彼此泡到碗里面的是吧 在我这样吃也啃行不行 洛阳是一个喜欢喝汤的城市啊 这个不饭汤作为洛阳美食的杰出代表啊 我觉得还是非常OK的 喝完这个不饭汤啊 内心也有一些感触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的话 这个不饭汤的话 在粉丝的推荐里面呢 应该来说它是一个毁育餐饭的一个美食啊 有人说它好 有人说它不好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这个美食我还是觉得值得推荐的 因为什么 第一个它的这个价位啊 比较便宜啊 最便宜的6块钱 是吧 大家都能喝得起 第二个的话 它的这个味道的话 它就是一个家常的味型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一个酸辣口的 然后里面给的配料的话 还特别的丰富啊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是肯定是非常OK的 如果大家来洛阳的话 如果喜欢这个酸辣口的话 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汤毕竟出了洛阳喝不到了 再说这个汤价钱也不贵啊 用我的话说是经济实惠 最后 带大家看一看洛阳的夜景啊 这个夜景还是非常的nice啊 好 感谢观看